美国饶舌女王卡蒂比建议在舞台表演中 准备和台下观众互动时 残遭某位观众故意向她泼水 气了她直接将麦克风扔向对方 过程全被在场观众拍下疯传 引发了王傲们的两极反应 负责提供音乐设备的公司 随即将卡蒂比扔过的麦克风 画在拍卖网站上进行拍卖 强调麦克风依旧能正常使用 并且可以提供保证性 确认是活动当天使用的 而售卖所得将会捐给 拉斯维加斯的慈善机构 和援助退伍的军人 到目前为止这支麦克风 已经被寒假到台币316万 可见卡蒂比的影响力真的不容小觑 对此业者向外媒表示很惊讶 认为这简直是太疯狂了 不过若是有认真的支付了这笔钱 就可以拿去帮助不少有困难的人 此外被麦克风砸中的观众 随着前往警局报警 然而警方进行全面调查后 最终因证据不足目前已结案